永远不要对你的身边人说刻薄的话 您看啊 这是一张白纸 如果你对它说 你真没用 你没有脑子吗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我尿你有什么用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 就算我们对说过的话表示歉意 不好意思 我错怪你了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那么这纸上的痕迹 能被抹平 没有什么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 但伤害的话说出口的时候 嘴和心就都是刀子了 所以答应我 永远不要做那个 柔指团的人